衍生,其實從分割 其實分割的話 這個其實也可以在自己延伸去寫一個共用的程序 比如說你可以 因為我們按這個是去篩業務 但你也可以自己幫他篩各個欄位 按下去自動分類 批次分 你可以寫很多按鈕 所以以後你要什麼 反正自己寫好之後 以後按下去全部都有了 比如老闆圖還跟你要什麼 按下去啪啪啪 甚至後面產生的資料的報表 也可以自己就產生了 圖也可以自動畫好了 最好是自動寄給他算了 比如把那個工作表自動就存成一個工作簿 然後自動用Outlook自動寄給他 他就收到了 對是最好 你要什麼 按一下 你就有了 按一下 你就有了 其實你說真的也不太需要做太多事情 他需要什麼 馬上就有 不然你乾脆直接把這個東西先 你就叫他自己按就好 也是一個方向 好 所以 現在是很欠缺 能夠有這麼快速可以產生 這個結果的這種程式設計的人員 所以這個肯定自己再去把它做一個變動 然後其他就除了篩選這幾個是一個部分 文字的 這個是數字的 這個是日期的 最後我們再講就是說有關什麼 有關跨欄位的 比如我們剛剛就是單單這個就是一個 單單這個就一個 如果說我今天這個也要這個也要 然後有可能是交集有可能是連集 所謂交集的話 就是 比如說小咪和金融業 你要兩個都是 比如說小咪 而且他的 這個資料也是金融業才出現 另外一種是或 就是小咪或金融業變成兩個 大概看你實際上用的 一般通常是and比較多 不過你可能就是自己 也許你可以弄個表單 然後當他要輸入資料的時候自己去挑選 那彈性就很大了 你可不可以做出來 沒有問題 有沒有 其實 剛剛講的那個概念 你其實真的這裡面 真的可以做出千變萬化的查詢 因為最早我剛開始入門 入行的時候我就在寫查詢系統 不過我剛講過 不是for itself 是for Oracle 資料庫的 而且那個時候是在 竹科裡面幫 那個蠻大的那個半導體廠 現在還在 而且非常的大 OK 就是最大的那一個 OK 那時候他們真的非常有錢 因為那時候技術還不是非常純粗的 他們都是要最新的 OK 所以其實我只是說把我以前的那個經驗 轉換到這邊 我發現這個也OK啊 為什麼沒有人想到 因為你如果要那個的話 好像我以前動不動隨便寫一個案子 都是百萬起跳的 寫出來結果跟這個一不一樣 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呢 以前資料庫跟前端層次是分開來的 那現在這個是結合在一起的 OK 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啊 因為這個反而更方便 OK 所以有的時候當然不要迷信 有的時候有些東西說真的不一定要花大錢 不一定要是那個什麼原來的和尚才會念經 不見得一定是你要一定要找那個什麼什麼東西才有辦法結合 你身邊就有很好的工具 只是說很多人 這個工具都沒有用手 就還要再去買別的工具了 然後公司就花了一大堆錢 最後的話 每個工具都還沒有把它用到最有效率的應用 所以其實還蠻可惜的 因為幾乎每台電腦都一切吧 那為何不把這個東西用到它應該要有的那個效果 不然的話說真的這也是一種浪費 而且微軟每年收那麼多錢 對不對 OK 好那我們怎麼做跨欄位式的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我跟DEMO一下 比如說這邊按下去 它第一個一樣會跳什麼 哪一個業務員 也許我記得嗎 小咪 反正我這邊隨便找一個 第二個又跳一個 所以有一個X有個Y 等一下這個Y的話 假設我要產業別是金融業 然後我這邊的話 我是用什麼 我記得我好像是用XLand 兩個其中都要出現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列出來 小咪與金融業 所以你會發現 這兩個都要出現 有沒有 不過甚至我覺得更貼心一點應該是 這兩欄剛才刪掉算了 因為既然已經是小咪與金融業 那這兩欄 那感覺就有點多餘 不過這只是我看到的 我覺得因為我其實有時候還會滿歸 不過把它刪掉很簡單 你就Column C-D 雙銀號 C-D 點Delete就好 這兩欄就把它刪掉 不過這個可能你自己可以彈性一下 那裡面大概多寫哪些地方 很簡單 其實我也是直接把那個業務 篩選業務拿來改 變成多重篩選 底線的話就是業務與產業表 那你可以去找別的 裡面的話大概有幾個地方做一個變動而已 我其實有把它mark起來 暈端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多一個Y 本來是X而已 多一個Y 所以房呆 其實剛剛前面我很多地方房呆我沒有改 因為我覺得這可能你們自己再自己改一下 再缺人 因為其實很多細節 你就把它每個細節都注意到的話 那這個系統就無敵了 就不會壞掉 不會壞掉人家就不會找你麻煩了 這個一直用下去了 所以要想的就是要全面的 然後再來就要不斷測試 另外還有一點 盡量不要讓那個邏輯太複雜 因為如果你邏輯太複雜 你就要去想各種可能性 然後去防堵說那個錯誤的發生 所以一個系統 要耐用就是最簡單 什麼都不能用 就是只能用這幾個功能 那他就比較不會壞掉 所以也不要太貼心 什麼都要去幫人家設想 最後自己反而很麻煩 因為程式一直出問題 一直出問題 然後一直就有人跟你講說 你這樣改比較好 那樣改比較好 這邊說這樣改 你改完之後 另外一個說這樣不好用 要那樣改 你永遠都在改程式 所以你要堅持 所以你要堅持 像我以前我很有 我記得我剛入行的時候 其實我對客戶 對那個我們客戶都不是很好 因為他可能說你要這樣改可能比較好 他蠻客氣的 我都回他說 他說我強烈建議你用我這樣的邏輯 就這樣就對了 一定穩定 不過他們也蠻好的 他們說 你這樣的建議真的很專業 其實有的時候是因為我寫不出來 那個時候 所以我只能先跟他講說 你就先這樣用 真的也比較沒有問題 之後有問題再來說 不過現在好像因為工程師太遷就客戶端 所以變成說永遠改不完的程式 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我們原來是一個AutoField 有沒有 三欄跟那個X 那頂就是加一個 如果你有兩欄以上的話 你就是再加一個AutoField 就是你第一層篩選 第二層篩選 如果你有第三欄 第三欄篩選 哇 這樣就可以找到更多資料 這個叫多重欄位的篩選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就像以前真的就是 我記得我好像都幫你 他就是寫這東西 那以身也都做得到 為什麼沒有人這樣用 所以其實 如果你以後你身邊只要Data 說真的不用擔心 你現在是擔心沒有Data 你Data越多越好 以後你要找什麼就有什麼 只要熟悉什麼呢 如何利用篩選功能把它轉換成VBA 馬上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查詢功能 OK 那後面就做報表嘛 也許你在利用樞紐分析表 也許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也可以結合進來 那馬上就有你要的東西 我覺得做報表應該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但前提就是你要會善用我剛剛講這些功能 在103年 這個區間的相關資料 我把它做一個資料排序一下 97年 Ctrl向下 到103年 這個區間的資料 如果我想要找什麼呢 它的總價 總價我把它乾脆用千分位符號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比如說你想要 假設你想要找總價在多少錢區間 其實說你不用重寫 把剛剛程式貼過來改一下就OK了 有沒有一定沒有問題 然後呢 或者是找一平多少錢也可以 好像應該沒有人平方米 大家都平 然後另外的話 其他還有就是說 你要找哪一個地段 比如說我要找在哪一條路上的 有沒有 哪一條路 比如說博愛路 貴陽街 有沒有 多少錢 你也可以做這樣的分析 所以如果房仲業 假如說他也可以定時的自己 當然不一定是 一定要仰賴他們公司的系統 他也可以自己弄一個他自己 for他自己 他區域的相關的data 對不對 如果客人問他什麼 馬上他就可以有一個答案 而且幫客人做最 就是做一些service的時候 展現出專業 我想感覺就不一樣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也許在利用那個時下登錄 來做一個練習 比如說要找哪一 像這邊總共有A到I欄 其實當然時下登錄藍術不只這些 我只是把這個資料 在留下可能比較重要的一些像 比如說像哪一區 然後標地 哪一個地理位置 然後交易年等等的 最詳盡的資料 其實內政部的時下登錄網站也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拿這個練習的話 太多可以練習 試試看 好 好 谢谢大家